OK啦,只是會有一個上面會有一個那個瀏覽器的網址列,感覺沒有那麼美觀,不過基本上我覺得也還好,那你把它back回去之後,又可以繼續再做後面的動作 所以請各位呢,先做先試著打開這個範例檔,那我這個範例檔是放在第五章,所以看乾脆你們先新增一個網站好了 那網站,這個乾脆就是CH05好了,CH05,然後找到桌面上,我是放桌面上,本書範例裡面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完成檔,特別重要是完成檔,這個台北Hotel,就看到這個畫面,按儲存,再按儲存 OK,確定,那開起來之後的話,這個就第五章的範例檔,那特別注意,因為我們的範例檔裡面,它的原始程式有錯誤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正確的apk的話,那請各位打開之後,再做一件事情,就是從什麼呢,從雲端上面,找到那個正確的喔 特別是正確的,正確在哪裡啊,在雲端白板裡面,各位找一下那個,我們的第幾個,好像有傳上去過吧 在這裡,有沒有,APP專案,來去台北,這個地方,請各位把它按開啟 特別注意,之前的開啟在這裡 前天呢,已經換位置了,換在這裡 Google已經幫你換位置了,所以我找不到再開啟在這裡,把它開起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,因為這個是,它書裡面的範例有錯啦,它後來有,有一個更新的檔案 那請各位把這一個範例檔怎麼樣呢,把它裡面的東西複製,那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,記得喔,19行 19行,一直到結束script的位置 這個位置,有沒有 這個範圍的話呢,把它改成雲端上面這個script,把這邊把它選取,對不對 Ctrl-C 然後呢,再過來這邊的話呢,把它Ctrl-V一下 不過這個我先把它儲存,怕到時候,會這個檔,把它另存一下 先把它存成index,底線一個old,然後 預設的這個是舊的 然後再把它另存,那這個,再把剛剛的東西 複製過來貼上去,那貼的位置特別注意,不要貼錯了 貼到這個地方 啊 沒關係,我再把它另,這個old 好吧,index,從這個script結束一直到 上面那個19行的地方 你們看一下,不見得一定是19行 如果說沒有錯的話,應該是19行 所以頭尾貼上去 這樣就修正了 修正了,OK,把它修正一下 修正完之後呢,你們再save一下 那確定一下,就是在即時 特別說這一題比較特別喔 只能在即時裡面 如果你即時裡面有看到資料下來的話 表示應該是正確的 正確之後,這個地方點下去應該是沒有 那你把這一個,先做好了 OK,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